这个就是学名,它就叫五指毛 而且很多毛,它还会长那个果子的 这个果子,果是可以吃的 我们只要挖它的根,挖它的根来煲糖就好了 这个是三个手指的,功效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根很漂亮,追起这个根 这个鸡我们撒好了,这个河里的水是很干净的 这个是上次我们挖的那个五指毛头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里面包头 这么一点就够了 这个五指毛头挖回来,洗干净晒干就好了 扔几个香菇下去 这个生姜,我们把它炸一下 稍微炸点一点就好了 就让它现在剥一下 鸡汤那些快包好了,我们再放盐 好,这个不烂了 好,这个不烂了 挺香的 再加点盐菜 加点生姜下去 加点生姜下去 一点点不要太够 可以 这个汤就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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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